我完全贊同 游宜蘭委員剛剛所講的 因為他的經驗裡面 就是從過去國民黨時代裡面 有太多的泄密案 太多的匪諜案 所以他現在告誡民進黨 要特別留意 這個起心動念 我覺得你的初衷 我絕對贊成 你剛才在說主決意像這個 馬文君為什麼今天要 本來把一個預算的一個簡列案 把它變成一個主決意的 很簡單 他不是簡列案 原來是他本來是動結案 我們的審預算就是簡列 沒有就動結 沒有就說特定的計畫 他就覺得我會施行的方式 我會附帶條件 譬如說你要買紀念品 做成主決意 國產的 或是說有一些比較弱勢的 我們常常會做出這種主決意 那這個為什麼馬文君 他必須要從整個 動結案改成一個主決意 很簡單 清理戰場 他也知道害怕 何友宜又出來說 我何友如果當選總統 我也要來造潛艦 何友宜說要造潛艦 民進黨現在在執政 要建軍 要把國防戰力做一個提升 你自己的國會議員在國防外交委員會裡面 你要把台灣的國防 你要把他給解除 我們國防的一個力量 這個是衝突的嘛 所以他當然會有壓力 他提到他的對手這個 我是說這個黑白驚人 蔡明軒 是不是 這黑白驚 不是啊他告蔡明軒幹什麼 意圖使人不當選 就我跟你說 這叫什麼你知道嗎 這叫紓解壓力 他這個亂告會 搞不好他會構成誣告罪 萬一他萬一馬文君要起訴的話 他就變誣告罪 加一條 我想說他在暗鈴申告的時候 他在暗鈴申告的時候 我第一點想說 我可能要走反應 你知道嗎 因為我知道 我早上講的 我早上講的就是說 我早上開去吃喝 我整個一天 我告訴你泄密 我告訴你泄密 他去叛國 我想說這可能要告外國 他會告一段 告就有告他淹倒去 所以他這個叫做驚人 你知道嗎 驚人告 這是第一驚人告 罵他罵得很凶 罵他泄密罵他叛國 我在這個地方參加許國勇 勇哥的節目 我是沒有什麼言論免責權 他說我們罵你 你沒有講清楚 你把一個國家的一個機密 國防外交裡面 在審機密預算 你把韓國代表處 你打PHS二哥大的時候 那個叫做嫌疑 可是你當你把整個機密 寫給韓國的代表處 讓韓國代表處 向他的母國回報 把那些協助臺灣 建造這些潛艦的工程人員 起訴了 破形 你開什麼玩笑 何止是泄密合議 這等於是叛國 我們講了多少次了 人家要告你 衝動也要把他告下去 你們全部都要告下去 不知道中 我們要去驚人 因為我們沒有跟他選 我們沒有跟他算 所以他要紓解 紓緩把那個箭頭說 你看看 跟他算的人都不會說 所以此地圍營三百兩就對了 當然 所以我倒會覺得 這個案本來到最後都會落幕 早知如此 何必當初 毛文軍委員在國安委員會 這個 幼委員這次一算大結大 我們都很清楚 他那個質詢的方式是在幹什麼 你那種方式就是把不應該 你問那個國安部長怎麼 或者說海軍怎麼敢跟你講 他就要給你 自己接受的時候 你知道那些機密你不能說 我就丟在那邊問 問到你牙口無言 你不知道要怎樣 因為機密不能講 然後就變牙口無言 其實你的很好回應 就是說我手底下來辦公室跟你說 或是我們機密會議帶來說 他譬如說不是 廣東不是機密會議的時候 要給我問那個你不能說的 你問哪一國的程度 那個現在的程序走到什麼地方 怎樣怎樣 你的紅區的輸出許可 在哪裡講啊講啊講啊 你不能說要叫你講 你如果說有 有他會說哪一國的國家 你要怎麼說哪一國的國家 是啊 好像說你去問調查局的人 你去問情報局的人說 我們的情報員叫什麼名字 在哪裡 在美國有幾個 在中國有幾個 在浙江有幾個 福建有幾個 能講嗎 當然不能講啊 不能講在牙口無言 所以就把你預算刪掉 這樣喔 所以他把整個焦點 全部都移轉掉 今天就剩下要去說 指控趙天理